记者张惊讶台中报道,台中市电脑工会与日本Tocal Trick Art Museum合作,今天起在台中市贸中心举办日本幻视艺术世界巡回展,45件4D幻视艺术画作空运来台,其中实现加入AR扩增实性技术。 开展首日,人气AV女优波多也结一到场与多幅作品合照,还不时检视拍摄效果,直说很有趣。 主办单位说,幻视艺术起源于欧洲错视化的技法,1991年世界第一座幻视艺术美术馆在日本东京开馆,而幻视艺术画作运用肉眼的错觉、立体幻视等多重技法,浮以灯光折射,突破二维视角。 有别于一般展览不得触摸作品、拍照,幻视艺术展览可以直接触摸绘画,且拍照更能凸显效果。 主办单位也说,这次展出45件画作都从日本空运来台,其中实现加入AR扩增实性技术,民众可下载APP,再从手机观看,画作就变成影片。 展场规划七大主题,包括江户忍者屋,江户素场丁时光旅行,无寿蓝动物园等,波多也结衣配合主题,换上和服,忍者服装,小礼服等,在多幅作品前拍照,还不时请助理让他看看拍摄效果,以调整动作或位置。 他说,对怀旧风的江户展规特别有感觉,好像穿越时光,而透过AR技术,与作品互动,可以发挥想象力,很好玩,很有趣。 日本幻视艺术世界巡回展展期至9月9日为止,跨越农历鬼乐,主办单位也应景把日本鬼怪原封不动带来台湾,让民众挑战自己的胆量。